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乘三木区中燕区红玉小组的红玉 我的爸爸在那里 爸爸今天是父亲节 我有一封信想要献给你 就是爸爸真的很久不见了 就是在上上个月我结婚之后 你就回台中照顾生病的奶奶 整整一个月 到现在才回到台北 这段期间内我有去法国度蜜月 然后你还是常常通过脸书 关注我的动态 还帮我们查旅游资讯 我知道你对我的关心还是一样 我常常想起 那天你跟我说 因为我要结婚了 所以你决定带着妈妈 还有弟弟搬出去住 把房子留给我 那个时候我还跟你抱怨 家里太久我不要 只有在后来我找房子 遇到困难的之后才答应 然后你就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搬家 而且你只把我不要的东西搬走 把我会用到的东西留着 上次我去看你们 发现你们搬的东西全部堆在一个房间 像山一样高 你说先堆着已经没有力气可以整理了 其实我知道你常常趁着我不在的时候 回来帮我们刷油漆 换纱窗 倒垃圾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我第一次看到抽油烟机的集油杯里面 堆积着一罐成年咖啡色油时候的惊吓 然后你好不犹豫地把你的手指泡到油的里面 让我恶度震撼 看着你满手恶心的油 还有清洁溜溜的集油杯 我真的很感动 谢谢你为我省去搬家的辛苦 我的事情 你永远都比我重视 也比我忙 也付出的比我多 从小到大 你总是帮我把所有辛苦的事情都做了 当我开始自己倒垃圾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 我光提一桶厨一桶就没有力气了 我想到你以前每天倒垃圾 两只手提了好多袋的垃圾 外加厨余桶 整个人被垃圾包围都看不到你了 我还会说你很臭离我远一点 谢谢你总是为我牺牲 把最好的都留给我还有弟弟 爸爸你吃饭的时候 常常吃的都跟我们不一样 常常你的面前摆的都是隔夜的饭菜 或是不能再放的东西 我跟弟弟面前都是新煮的菜 而且你都会先讲话娱乐我们 等到我们把饭桌上的菜吃完了 你再把所有的剩菜清干净 让妈妈开心 然后你就去洗碗 拖地 倒垃圾 擦地板 全部的家室都包在你的身上 我还常常看到你定期去开冰箱 把快要过期的食物 全部清到你的肚子里面 谢谢你从小帮我照了一整座山的照片 但是我发现你很少在照片里面 而且每次妈妈要买菜的时候 你都会带她去 然后你一个人在大热天的车子里面 等我们两个好几个小时 都在里面睡觉 我都很敬佩你可以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睡着 谢谢你从小到大从来都不打骂我 凡事都让我决定 并且全力支持我 一直都是我最忠实的粉丝 我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都很崇拜我 都说我最棒 让我觉得自己很好 让我有信心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很认真的从头听到尾 真的很谢谢你 以前我很喜欢上课 因为我在学校学到东西 我就要回家教你 然后看到你点头如捣蒜 说我懂好多好聪明 我就觉得很得意 每次当我心情低落的时候 看到你传的讯息 老姐我支持你 加油我们爱你 以你为荣 我就会很有力量 谢谢你的疼爱 让我很有安全感 让我很会做女儿 虽然你是警察 看过社会最黑暗的角落 但是你把我保护得好到 让我没有遇过坏人 也觉得每个人都是很好的 谢谢你参与我的一切 你常常跟我的朋友说 Wendy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跟我一起招待帮忙我的朋友 我的每一个朋友都说你很好 谢谢你常常帮我祷告 也谢谢你参与了所有小组 还有教会的活动 你从台中回台北一天 为了要跟教会一起上凯道 你包了红包却没去洗酒 为了要跟牧区去霸仓 你从巴里扛着工具回台北 为了帮区长洗水塔 这件事情你都没有跟我说 因为你为善从来不遇人知 但是我都知道 因为大家都会跟我称赞你 我以你为荣 谢谢你从来不让我担心 从来不在我面前抱怨 说人不好或是吵架 总是热爱工作 乐于给予 服务人尽心尽力 又行为像我做了最好的示范 当我遇到很辛苦的事 我只要想起你 我就可以忍耐坚持下去 当我开始读圣经之后 我发现你的为人 和有多么符合圣经的教导 因为你 我才可以如此相信圣经 看到一个人 他成为众人的仆人 竟然会变得这么受人爱戴 又蒙福 在认识神以前 我都把你的付出 视为理所当然 还会抱怨数落教训你 谢谢你原谅了我 这么多年都让着我 因为你 我很相信天父是爱我的 因为神让我当你的女儿 而且神跟你一样很疼我 我常常经历他 超自然的供应还有恩典 虽然结婚离开你 我很害怕 但是我只要想到我有天父 我就不怕了 我希望爸爸能够和我一样 受洗成为天父的孩子 也被天父疼爱还有保护 天父爱你 我也永远爱你 你的女儿 温迪敬尚 你的女儿 温迪敬尚 非常地感谢 我们请下一位 自在敬拜不然一直哭 我今天要写封信给我的张福中风旭 那他坐在那边 我今天要写这封信给我最亲爱的另一半风旭 今年已经是我们结婚的第十五个年头 但是我们对彼此的爱跟依恋却于日俱增 在许多人的眼里我们的爱情令人羡慕 但其实我们都明白这一切来得有多不容易 我们的个性南辕北辙 刚交往和结婚的时候 只能用三天一小炒五天一大炒 然后一个月闹一次分手跟离婚来形容 那性格的差异 以及刚结婚的前八年 我们跟公婆同住所产生的各种摩擦 也让我们有许多的争执 然而你始终包容我 坚定地守护这份情感 我的工作非常忙碌 加班应酬是家常便饭 可是你始终支持我的工作 鼓励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探索这个世界 甚至现在我周一到周五在中国工作 都是由你一肩扛起家庭的重担 直到如今我们全家每天早上 都是在享用你所准备的爱心早餐 孩子出生之后你是一个会喂奶 洗澡 换尿布 换衣服的爸爸 全心地为孩子们跟这个家付出 每到周末你的早晚都带着孩子们运动锻炼 十数年从不间断 你不是一个会说甜言蜜语的人 却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来表达你的体贴 跟对我的疼爱 记得在婚前有阵子 我穷到没有钱吃饭 你会故意在我发薪水的前一周 天天约我出去吃饭 然后还会顾虑我的自尊 你会偷偷在我的钱包塞一张千元的大钞 然后被我发现以后还会假装不知情 然后每次我去服饰或加班 你会在我回家前三十分钟就打开冷气 让我有凉爽的空间 每当我睡醒 我的床头都有一杯温热的茶 有一次我耍赖说我没吃过丰盛号的早餐 隔天你就立刻排除万难带我去排队 所以只要是能力所及 你总是尽可能地满足我的各种期望 信主前的我常常看不到你的好 只看到在婚姻中我自己的需要无法被满足 但上帝改变了我 让我明白自己是何其有福 能够拥有一位这样爱我 疼我 处处为我设想的好丈夫 神也让我明白你是我在家中的头 所以我开始学习顺服你 敬重你 家中的大小事都以你的意见为主 尽可能地支持你的每个决定 神让我变得更温柔 更懂得感恩跟赞美 家庭中的气氛越来越好 与公婆的相处也越发地融洽温暖 甚至连婆婆都说 看到基督信仰对我们家庭气氛的改变 风须谢谢你 虽然你还没有受洗 却每周接送我跟孩子们上教会 支持我的服侍 甚至我想要念神学院的决定 亲爱的风须我爱你 我期望你也能够与我一同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不只要做今世的夫妻 知心的朋友 将来我们也要在天上 在永恒中欢聚 永远不分离 愿上帝祝福你 父亲节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